根据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 今年上半年 中国GDP为59.30万亿 同比去年同期发布的56.26万亿的数据 绝对值增幅5.4% 国家统计局说 根据科比价换算之后的增幅为5.5% 根据对值增幅相差不大 我们不去管它 就只看绝对值增幅5.4%好了 对于这个增幅数据实在充满了疑问 上半年的经济萧条已经是肉眼可见 哪里来的所谓的GDP正向增长 大比例的负增长还差不多 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有必要 对宏观经济数据进行一番细致的解剖 看看这个5.4%能不能经得起考验 我这里直接给出结论好了 5.4%的GDP增幅根本就站不住脚 GDP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是净出口 注意是干净的净也就是顺差 中国今年上半年的货物外贸顺差是4087亿美元 较去年上半年的3855亿美元高出了6.0%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是吧 然而贸易不仅只是货物贸易 还包括了服务贸易 也就是旅游技术服务等贸易 服务贸易中国一直都是逆差状态 主要原因是外国人不太愿意来中国旅游 并且由于近年来酒店住宿 通讯和支付等国外游客服务越来越差 外国人也越来越排斥来华旅游 前三年国门处于禁闭状态 中国人反正也出不去 所以服务贸易逆差一度缩小到了很低的程度 今年国门一开 服务贸易逆差再次暴涨 上半年已经是付997亿美元 超过了2022年全年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服务贸易加货物贸易形成的顺差 今年上半年为3090亿美元 而去年同期为3443亿美元 同比降幅为10.3% 也就是说 作为GDP重要构成部分的净出口 萎缩幅度超过了两位数 根本就没有增长可言 即使换算为人民币 今年上半年平均汇率为6.925 外贸顺差 折算为21398亿人民币 去年上半年平均汇率为6.481 外贸顺差 折算为22314亿人民币 21398对22314 萎缩幅度依然达到了4.1% 同样没有增长可言 外贸顺差 使中国经济的润滑剂和加速剂 使整个国家真正挣到的钱 外贸顺差显著下滑 意味着整个国家的挣钱能力在减少 中国经济因此丧失了动力 更麻烦的事情在于 今年以来 整个欧美世界都开始执行去中国化的战略 有意识的压缩对华贸易 撤回在华投资 这意味着净出口 完全没有了恢复增长的可能性 只会日益萎缩 GDP的第二个组成部分 是投资 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24.31万亿 同比去年同期的27.14万亿 降幅10.4% 拉动投资下滑的原因 在于民间投资 也就是民营企业和个体户的投资 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规模12.86万亿 相对于去年同期的15.31万亿 降幅高达16.0% 民间投资之所以出现如此剧烈的萎缩 是因为老百姓对于未来丧失了预期 严重缺乏安全感 没有办法做出任何中长期规划 乃至连手头的财产都有可能保不住 分分钟都可能被国有化 在这种全社会的焦虑背景下 民间投资当然不可能维持 只能是大幅度萎缩 与此同时 靠政府投资搞基础设施建设 今年以来也没有了增长性 政府本身不创造收入 收上来的水维持基本治理都不够 要搞基础设施投资只能靠发展 根据央行的数据 今年上半年的政府债券 金融资量33,783亿 同比去年统计的46,532亿 萎缩幅度27.4% 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 已经背不动更多债务了 根据WIND的统计数据 今年上半年有138个地市 出现了乘头债偿付风险事件 最后大都是靠债务延期 暂时避免了债务暴雷的发生 而全国的地基以上城市 仅有333个 也就是说全国41%的城市 已经处于债务暴雷的状态 老百姓不愿意再投资 政府背不动更多的债务 也无法支持投资 投资当然只能是剧烈萎缩 投资是中国经济的基石 是自改革开放以来 支撑经济增长的最关键的支柱 没有之一 投资陷入了萎缩状态 中国经济就只能是跟着一起陷入萎缩状态 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投资和进出口 合起来进行简单计算 今年上半年为26.48万亿人民币 去年上半年为29.37万亿人民币 降幅达到了9.8% 这个巨大的缺口 唯有依赖消费端进行弥补 那么 今年上半年的消费 出现了这种大幅增长吗 对于消费数据 我这里做一个简单说明 消费本身过于分散 无法进行统一填报 并且由于最终消费品的定义问题 很难把生产资料和最终消费品进行区分 因此很容易产生重复统计的问题 数据误差非常大 我这里选取了几个相关数据 对上半年的消费情况进行说明 第一个是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数据 限额以上单位指的是 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零售业企业 和200万元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 这些单位的数据会直接上报给统计部门 进行全数统计 线上单位的数据 相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更加准确 今年上半年 线上单位零售额8.53万亿 相对于去年统计的8.12万亿 小幅增长了5.1% 考虑到去年上半年 全国大规模封禁的情况 尤其是去年两季度封上海 因此今年上半年消费出现 小幅增长是正常的 不过这个增幅 已经低于国家统计局宣布的 5.4%的GDP增幅 当然就更不可能填上净出口和投资萎缩 导致的进一程的缺口 需要注意的是 线上单位的经营能力肯定比小微零售企业强 线上单位都只有五个点的增幅 小微零售企业当然不可能更好 更麻烦的是 线上消费的增幅呈现了清晰的下降趋势 一季度增幅还有7.6% 但是到两季度 当季度的线上零售额只有41650亿 相对于去年两季度的40631亿 当季的增幅只有2.5% 按这种趋势走下去 消费随时都会变成萎缩状态 第二个是汽车销售数据 今年上半年的汽车销售增幅只有2.8% 燃油车的销量一直都处于持续萎缩状态 无需多说 而此前两年 拉动整个汽车销量增长的电动车 今年上半年的增幅也只剩下了37.3% 没有了此前两年接近翻倍的强劲态势 电动车的主要用途就是失业人士跑网约车 今年以来网约车已经出现了严重饱和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 日均接单量已经在10单左右挣扎 已经不足以养活一名司机 在这种背景下 电动车的销售当然不可能再突飞猛进 汽车是最重要的消费品 上下游产业链的长度和广度 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消费品 汽车的销量增幅只剩下2.8% 眼看就要下降到2018年至2020年的萎缩状态去 这当然意味着整个消费市场的不景气 而挖掘机销量持续三年的大幅萎缩 今年上半年的萎缩幅度依然高达44% 则从侧面证实了投资的大幅萎缩 总结起来看 中国经济在今年上半年 净出口和投资都出现了显著萎缩 合起来萎缩幅度接近一成 而消费的增幅只有5.1% 考虑到中国GDP按支出法进行分位 最终消费占比约五成 净出口和投资合起来占比约五成 因此合起来考虑的话 上半年中国的GDP不可能有正增长 只可能是下降5%左右 并且从现在的数据趋势来看 到下半年形势只会越来越严峻 我估计全年的GDP降幅会在10%左右 而要扭转这一局面 办法也不是没有 非常简单 把入市的时候做出的承诺 全部履行就可以了 比如取消国企的垄断地位这一条 光履行它 就能给经济带来至少5%的增长 不会有任何问题 哈哈哈哈 哈哈